为什么你的扫弦怎么练都不好听 因为你不懂什么是节奏 节奏就是长短不一 音符实质的组合 圈重点啊 长短不一 首先我们要知道音符是一个范指概念啊 像这种扫弦啊 分解啊 以及简谱啊 我们都给它称为音符 在简谱里面呢 我们把这么一个单独的音符啊 称为四分音符 在吉他谱里面呢 一个单独的扫弦箭头啊 一个单独的小叉子 加一条竖线 我们也把它称为四分音符啊 要知道啊 这个四分指的不是四分钟啊 它指的是四分之一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八分音符的表达方式啊 它就是在单独的简谱下面 加了一条横线啊 我们把这横线呢 叫做减实线 这个减实线的功能呢 是减少原本上面这个音符 一半的实质啊 也就是说乘以一个二分之一 原本上这一个搜呢 是四分之一啊 再乘以一个二分之一 就是八分之一 所以呢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八分音符 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四分音符 设成一秒钟的话啊 那么这一个八分音符呢 就是零点五秒钟 在吉他谱上的表现呢 同样是在四分音符的箭头下面啊 增加一条减实线 分解也是啊 加一条减实线 那么如果我们在四分音符的基础上啊 给他增加两条减实线呢 方法很简单啊 一步一步的算就可以了 单独的一个搜啊 它是一个四分之一 一条减实线 乘以一个二分之一 又增加一条减实线 再乘以一个二分之一 最终的计算结果呢 它的实质啊 是十六分之一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十六分音符 还有一种常见的实质表达方式啊 它是在音符的后面增加上一个点啊 我们把这个点叫做负点 它的功能呢 就是增加前面音符一半的实质 咱们来详细说明一下这句话 咱们理解啊 先找到负点啊 它前面音符啊 也就是这个四分音符啊 这个点是增加这个四分音符 一半的实质 四分音符一半啊 指的就是八分音符 所以呢 这个带负点的音符啊 其实就是等于一个四分音符 再加上这个二分之一啊 也就是八分音符啊 然后呢给它增加一条延音线 没错啊 我们就是用这种减实线 以及负点啊 来表达音符的长短步一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长短步一的音符啊 给它组合在一起啊 就形成了节奏 比如说我们取一个四分音符啊 再取一个八分音符 然后呢 取两个十六分音符 我们把这一个四分音符呢 称为一拍 然后呢 一个八分音符 加上两个十六分音符啊 最终的实质呢 也是一个四分音符 为了表明这三个音符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拍啊 咱们给它写在一起啊 把减实线全部连上 这个下 下下上 就是咱们集的扫弦 最常用的节奏型啊 咱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一定要设好这一拍的十值啊 比如说你给它设成一秒钟 那么这个八分音符 就一定是零点五秒 十六分音符呢 就是零点二五秒啊 它们的十值都是相对的 大家只有知道了 这个十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之后啊 才能在练习扫弦的时候啊 把你的节奏给它扫稳扫准 OK视频内容分享到这里啊 我认为此刻拥有掌声啊 老铁们帮我点一个 惊天动地的小红心 咱们在计算音符十值的时候啊 除了减实线之外啊 还有增实线 包括咱们形成的这个节奏组合啊 除了最常规的这几种之外啊 它还有三联音以及切分等等 由于这节课时间有限啊 无法讲这么多 下节课呢 为你们详细讲解增实线 三联音以及切分 听完这两节课的月底知识啊 你在练习节奏的时候 就可以轻松驾驭了 OK关注我啊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跟着我学吉他 其实很简单 咱们明天见